宜蘭市建業路86巷內 有兩支電線桿就在路中央 影響到交通 公所多年來不斷的反應 希望能夠地下化 今天也特別辦理的會堪 台電由宇諾會來配合 以維護交通的安全 宜蘭市建業路86巷內 有兩支電線桿 因為向道的拖寬 但未切離而變成未在路中央 妨礙交通以及用路人安全 施工所反應台電 期望能夠一併辦理電纜地下化工程 移除電桿 不禁有助於住宅區的美觀 也能確保行車安全 7月就反應電線桿料地下化 才不會造成危險 最近1個月還有小學生 騎到這裡 不小心去弄到電話 有受傷 所以台電一直反應 動作總是非常的慢 希望台電可以盡快 來解決通勢的安全 都在路上 開車 因為行動是我們不太近 但是生分人 倒下去 像這天 這天在電線撞車 那天是燈彎 火車燈彎 就在旁邊不能過 下去撞車 這天叫學生在這裡過 也叫撞車骨頭 稍含吻 市公所今天邀請台電辦理會刊 台電人員表示 又一當初考量到 電桿太靠路旁 電線會接觸到房屋 因此沒有遷移 若公所能夠提供濾帶 以及供有地來設置電箱 他們允諾配合進行電纜地下化工程 而市長也表示 日早已準備就緒 就等台電同意 要有利貸公共設施 公共的土地 看來我們可以做公議室出來 宜蘭新聞記90世民採訪報導